第25章 主弓 别怕 疼一下就好了 秦峰将药酒涂在自己的手上 大力揉搓了几下 便擦在了月儿的小脚丫上 月儿心里只有感激 天底下哪里有老爷服侍丫头的呀 先生如此待我 我纵是粉身碎骨 也难保先生的大恩大德 其实秦峰心里早就转起了花花肠子 你想啊 一个男人抱着美女又人嫩白的小脚揉搓 心里能有好念头 先生 月儿 月儿已经不疼了 一开始还是疼 后来的感觉好奇怪 全身酥酥麻麻的难受 月儿对这种感觉害怕极了 忍不住说道 哦 秦峰惋惜的放回小脚 这要是腿上伤了该有多好 呸呸呸 乌鸦嘴 你早点歇息吧 这些衣服 这些衣服明日里换上 说到新买的衣服 月儿就更感恩了 望着丝绸的衣服 这哪里是侍女穿的 一般人家的小姐也是穿不上的呀 难道先生不要我当侍女吗 他就忍不住偷看了一眼秦峰 秦峰注意到后摸不着头脑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侍女 自然又买好的 笑道 早点睡吧 能够在秦先生家里 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月儿可不会娇起自己 强撑着起身 月儿服侍先生歇息 哎呀 脚伤一瞳又坐了回去 哎呀 别乱来了 这伤也就一两天的事 乱来是伤筋动骨 时日可就长咯 我也不在这一时 你好休息 秦峰说完也就离开了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秦峰起身的时候 并听到院子里 传来哗哗的声音 齐忙起身查看 原来是早起的月儿 在打扫院子 秦峰叹了口气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还是十一个月 就是黄金之乱了 努力 奋斗 他伸了赶懒腰 就走了出去 先生醒了 月儿给你端洗脸水去 其实啊 秦峰就当月儿是后世的保姆 根本没有看低过他 可是月儿呢 则是心甘情愿的给秦峰当侍女 这次纵使秦峰百般不乐意 月儿也是拖着瘦伤的小脚跑来跑去 看得秦峰心软 院子打扫得是干干净净 还有早餐在家里吃 秦峰叹了口气 想着自己终于也有了个家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还有十一个月就是黄金之乱了 要努力 要奋斗吧 月儿 你还没有吃吧 来 一起吃 先生先吃 我这里呢 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将这一进院子打扫得干净可不容易 回来 一起吃吧 那好吧 小月儿坐了下来 满心欢喜 能够跟主人一起进餐 怕是大汉朝只有自己了吧 暗地里不仅吐了吐小舌头 城北一户人家 母亲 我去了 周山服侍完老母吃饭 收拾了一下衣服说道 我儿 此去新主人家里一定要用心做事啊 你说那个人叫秦丰 先前林郡那里听到过 说是有一个叫秦丰的玉成 是个难得的好人 也不知道这个秦丰 是不是你说的那家新主家 人家救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危难之际 你一定要当恩人一边对待啊 年迈的周母说道 啊 母亲 但请放心 儿子知道该怎么做 此人不多万就给了儿子十怪 如此信任儿子 而必定为主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周山 周山是个至孝之人 说话中透出了真性情来 如此 最好不过 我们虽然是穷苦人家 要党要是呢 讲忠义啊 此去一定要为主家好好不做事 不然 别人能饶了你 我也饶不了你 周母冷着脸训斥道 是 周山拜了拜 便辞别了老母离开了家 呃 敢问老伯 此地可有一户人家 叫做秦峰的 周山来到保安街上打听道 哦 你说的是洛阳的 欲成秦大人呢 哈哈 那是老朽的新邻居 就在那个地方住 老者对于自己能够跟秦峰一条街上住 很自得 道 哎 秦大人可是难得的好官 老朽活了六十有五了 在这洛阳都城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跟秦大人相比呀 那些从洛阳建议出来的 就算是穷凶极恶之人呢 也对秦大人呢 是感恩戴德呀 周山 羞中 汹涌 澎湃 大不留心 真的是秦大人 顾我呀 此去 一定要尽心竭力 以报秦大人的大恩大德 道听途说也就罢了 周山可是有亲身感触的 就算先前马家号称家财万贯 也无法跟秦大人的豪爽相比 周山来到大门前 深吸了一口气上前敲门 小月儿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问道 你找谁呀 周山不敢怠慢 行李道 在下周山 听秦大人命 今日特来府上拜见 哦 原来你就是周山啊 我家先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小月儿这就打开了房门 哈哈 周山 你来了 秦峰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也就走了过来 正好看见他走进来 周山见到果然是秦峰大人 心中感激 无法用言语表达 那头便拜 高呼道 主公在上 请受周山一拜 主公 秦峰心里一惊 后世戏剧院的时候 啃过不少古装戏剧本 这主公一词有那么几个含义 一就是臣下对主上的尊称 二一个就是仆义对主家的尊称 不是所有的仆义都会换主家为主公的 也不是任何仆义主家都会允许他换主公 能够换主公的仆义 那就是家教 必定是得到主家信任 能为主家粉身碎骨之人 另外 非世家大族 很少会有人效忠 周山便是这第二点 他为报秦峰大恩 甘愿为秦峰赴汤蹈火 如果秦峰大人不相信我 可怎么办 那就努力做事 赢得大人的信任 想来大人一定会知晓我心意的 周山小通了 便抬起头来 目光终于地望着秦峰 文日 我秦峰也有被称为主公的一天了 虽然不是良辰名将 但也是极大的进步 想到有一天 那大殿之下 秦峰心情激荡 大声连声道 好好 周山起来吧 周山大喜国王 大声道 谢主公 先生真是了得 居然有如此忠义的仆人 月儿心里吃惊 一般的大户人家 几乎没有这样的仆人 就算是世代的大户人家 也极少有这样的忠义的仆人 只有那门法大族家中 才多会有这样的人 小瑞儿自一旁去收拾了 秦峰与周山在客厅中 让周山坐 他也不坐 周山 你在商行十几年 对智堂的技术可有了解 周山恭敬地说道 周公 属下在那马家一十七年 那马家家大也大 洛阳的折堂多出于他家 手下恰巧对此知道一样 那就好 秦峰心里一喜 这人为魅以白旧 并见刚才画出的瓦溜图形 拿出来与周山看 道 你见过此物 周山仔细端详了一番 这才说道 这 倒是不曾见过 不知此物有何作用啊 秦峰便见黄黑色红糖 便白糖的想法 告诉了周山 周山大吃了一惊 激动地说道 主公说的可是真的 不错 从红糖中提炼出白糖 纯度更高更甜 也没有杂质 通体雪白 招人喜欢 周山 你说说如果能做出这白糖 可有销落 秦峰笑道 哎呦 其实说有销落啊 简直能控住整个糖行 掌控一个行当 能挣多少钱 在商行做了17年 有着精明头脑的周山 简直无法去想 入炒 开始 入炒 把它启转 一分钟 在网站上 Ş 实际上